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把一些好事做尽了 结果反而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想不到的呼唤 所以好事做尽必有栽样 人生路长且行且珍惜 善心很小却能容大千世界 所以行善的人很美 无论何时都闪着光照耀着四方 可惜物极必反 有时候却会行善不当一招栽样 所以 面对这三种善 你大可不必去管 一 遭绑架的善不必去管 曾有一个朋友自嘲说有一次到外地出差 出于好心 帮人将卡在安检机里的行李箱拿出来 结果被行李箱的主人追着骂了一路 最后还赔偿对方几百块 帮人取东西本是做好事 只是朋友做好事的时候过于暴力 那个卡住的行李箱是拿了出来 但却折了两个轮子 出差在外 一直装满行李 却折了轮子的行李箱 完全成了负累 还有一些 在路上看到有人摔倒 就贸然上前颤护着 受到重创之人 不可盲目颤护 应当求救于医护人员 有些伤不动没事 一旦动了 后果不堪设想 可偏偏生活中 愣是不缺少这种好心人 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脑 不管客观事实如何 只凭主观想象去判断善恶 老话说 为善不到 好运败光 要知道并非所有的善举 都能得到善果 保持理智把握诸度 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蜀汉开国皇帝刘备有句名言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但可知 他除了经常怒斥曹操万 还怒斥过谁 是为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叫许四 话说一天 继续在荆州的刘备 受刘表邀请 一起跟荆州的民事们开会倡议 对这种事 刘备一贯积极 他准时而来 久过三训后 突然在座的许四说话了 开始猛烈碰击 许中民事陈登 原因是 几年前他去拜访陈登 确凿冷落 睡在了地上过夜 许四话音刚落 刘备就沉了脸 他曾经统领许州 而陈登正是其手下 这是他曾听陈登说过 于是刘备开口了 你可知当时陈登 曾想好好招待你吗 可你一见陈登都说了啥 问人家房产 问人家粮铁 这是你该问的吗 别觉得对方善良 有名望 就该一味迎合你 这亏得是陈登 还允许你睡在屋内地板上 若是我刘备 早就打跑你了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总有一些人非常善于伪装自己 如许四 虽也号称民事 仿佛很高尚 很厚道 但实则却根本不是这样子 他们这类人 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批评这个 批评那个 却就是看不见自己的肮脏 他们最拿手的就是 用道德绑架着别人行善 却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一旦对方没有满足 便会借助各种机会 拼命诋毁对方 所以若是遇到了这种 被别人绑架之行善 是非常难受 且让人愤怒的 如 有人利用自己年老 逼你让座等 都属于这一类 那么怎么办 就四个字 不必去管 倘若对他们行善了 往往就意味着 对自己的残忍 对真正善心的亵渎 连刘备这位 说出物以善小而不为的人 都直接把他们 这种保驾善性的行为 归为了恶 我们就更应该明白 其危害了 二 对恶人的善 不必去管 佛祖正在讲经 突然听到有人呼救 连忙运用法力探寻 却看到是下方浴火中 一伙为非作胆的歹徒 正在接受炼狱 佛祖发了慈悲善心 便观这伙人的一生 终于发现 围守那歹徒 曾放生过一只蜘蛛 佛祖认为也许还有救 于是用法力唤醒那只蜘蛛 命他垂下一根蜘蛛丝 浴火中的歹徒 突然看到自天而降一根绳子 顿时大喜 找出绳子奋力攀爬而上 无意见他一回头 看到下面穿堂葫芦一样 跟来了一群人 歹徒大怒 好 这是我发现的 只属于我 你们都下去 没人听他的 歹徒抽出一把刀 对着下面绳索砍去 拿掉绳索却在他头顶断开 一群人重罪欲获 爱好顿起 佛祖去叹息一生 再也不管了 就如不能否认 这世上有绝对好人一样 同时也会存在 不可救药的恶人 所谓农夫和蛇的故事 虽然人人知道 但恐怕绝大多数人 面对落难求助 一脸可怜向的恶人 也会忽略他们的毒牙 可最后无不是 只要一对他们行善 自己就有栽药 所以对恶人行善这时 不必去管 如果这个歹徒 连佛祖都救不得 最终只能无奈放弃 不去管了 所谓 任何人做任何事 都要承担起相应责任 并受因果支配 对此一定要注意 三 关乎做人底线的善 不必去管 孔子一直想把自己的著作 放入周王室的藏书馆内 子路提醒道 老师 听说老子是掌管周王朝的典籍 你何不去求他 就这样孔子来了 请求老子帮忙 并言称自己这也是道 出于忍善 哪料却遭到了老子断然拒绝 说 我听完你的讲义后 感觉很威胁 你所标榜的人意良善等等 都如敲着鼓 招呼众人去帮着自己 寻找丢失的孩子 你这是在搅乱人的天性 老子和孔子的这个典故 我不敢胡乱点评 但却从中能看出一点 那就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 所谓 关乎到了自己的做人底线的事 不必去管 能出现这种状况 如今大多是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 因为唯有他们敢 毫无顾忌地轻易出击到我们的底线 使得我们左右为难 以至于有人哀叹 谁家每个奇葩旌旗 反正不是这时就是那时 且是时逼着你 去突破做人底线 怎么办 就四个字 不必去管 因为你管了一次 行了这一次所谓的善 下一次就还会让你重新去突破底线 如此下去 你还过日子 还生活吗 甚至搞不好就前途进会了 特别是在我们身边 有一些闲人 这些人喜欢每天吃喝玩乐 甚至参与赌博等非法活动 这样的人 最后日子往往会过得很不堪 有的甚至会家徒四比 让人觉得可怜又可恨 一个人 如果处于关心 适当地给这些人 一点物质方面的小帮助 那也无妨 但是 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人很可怜 就对他们的生活加倍关心 甚至对他们的人生走向要一帮到底 那么 这样的做法 就会给自己带来想不到的灾祸 因为一个闲人 如果受到我们的帮忙 那么他们就会把我们的帮忙 当作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旦有一天 我们无法帮忙了 那么 这些闲人就会对我们怀恨在心 有的甚至会采用一些方法打击 报复我们 在我们身边 这样东国先生和狼的故事 也是屡见不鲜的 我们一定要懂得避免 所以 做人一定要懂得 莫帮显人帮到底 才能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破端啊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 将您的来信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 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